金鸡饭是一个很好的 能够让我们吃到很多营养的一个一餐饭 为什么呢 因为金鸡饭它有很多菜式 有不同的肉类不同的菜 有些人会说 我吃了金鸡饭 早菜饭 它可能会有很多 它的味道可能会很浓 其实我的方法就是很简单 当你吃金鸡饭或者早菜饭的时候 你就是把一些汤汁 把它过滤一下 就是说当你拿菜或者拿肉的时候 你不要把那个汤汁 沾在你的饭那里 因为 汤汁越浓 它可能会让我们 会导致我们的 吃太多的话 我们可能会有 会导致可能血压高 或者是其他的病症出现 如果说你 你不吃炸菜经济饭 或者炸菜饭的话 你只吃一样 比如说福建面 或者是排骨黄饭 然后这些东西 它只是或者是地方面 然后这些东西呢 它只是一样 一种成分而已嘛 一种菜色而已嘛 但是经济饭呢 它有很多种菜色 所以呢 这个 啊 经济饭呢 是一项很好 对我们的身体是一项很好的 啊 一一一一一餐饭 啊 因为它能够 只要我们 当我们吃经济饭的时候 我们不要把那个汁 拿的太多 或者是过滤 菜或者是肉类的那些汁 啊 啊我们就不会沾到太多汁 然后就不会让我们的身体 有吸收吸收到太多的盐分 或者是油分 或者是糖分 啊 那么 啊 因为我们的身体都需要很多不同的 啊 不同的蔬菜啊 不同的营养啊 来吸 让我们的 吸 啊 我们的身体能够操作 然后让让我们的 然后让我们比较不容易生病啊 然后让我们比较不容易生病啊 或者是说 啊 当我们的身体越有营养的时候 我们就比较不容易生病 然后也不容易啊 有感觉到不舒服 或者是啊 写肚子啊 还是什么 哈 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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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D pools 喔 s 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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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thank you, mom